我们是相亲认识的 我离过婚 她比我大几岁 一直没结过婚 我们的感情出现了很多问题 她特别倔 什么都不听我的 她很矫情 总是看不惯我的一些事情 我单身了这么多年 一个人自由自在惯了 我绝对不可能任何事情都听她的安排 她打光过这么多年 我觉得是有原因的 她就不适合结婚 当我经历过一次婚姻 我对感情很谨慎 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委屈求全 我对她不错 诚心诚意奔着跟她结婚去 但是她总是跟我找事 弄得我现在越来越憋屈 我觉得我们的感情真的快走不下去 有请这一对有请 余先生35岁来自河北个体 高女士31岁来自河北 医美销售有请 欢迎两位 31岁 有过一段婚姻是吧 对 我看资料 我记得你孩子是8岁是吧 对 离婚几年了 离婚三年多 小鱼是未婚是吧 对我未婚 怎么就喜欢让她了 当时朋友介绍的时候吧 我感觉她这人挺漂亮的 而且说比较贤惠吧 因为我这人就大大咧咧 我们俩在一起最起码能有一个互补啊 一会儿考虑到孩子的问题了吗 嗯我对这些没多大要求 你就包括我俩如果以后在一起的话 要不要孩子我也可以听她的 呃现在谈了等于几年 一年吧 陆陆续续出了一些问题对吧 对 来谁来说这些问题 嗯我说吧主任 因为我是做生意的 就是在咱们中国拉水滚 然后去越南卖 每次出去我都要一个多月 啊 但是收入很可观 但是你说现在吧 她这啥都管 我都不知道我该咋办了 管啥呀 她去越南吗 然后一走就一个多月 再说她之前的越南还有一个女朋友 就因为她妈不愿意她就分了嘛 然后我就心里没底嘛 你说你一走一多月 我也不知道你天天干嘛呀 你那边要是处着对象 那我算啥呀 这她是你自己想想 主持人你说 咱们一个大老爷们对吧 破口吐们都是个爹 我说分了肯定是分了 大家就不相信 那你说我能有啥办法呀 就根本上不太信任你 对啊 你说而且说每次我去越南 你毕竟咱出国了嘛 你说回来给她带点 地方特产小礼物 像是带个手链啥的 谁都高高兴兴的 她可不行 就该问我了 哎 你咋这会挑啊 挺好看 你是不是总给你越南女朋友买呀 我说我没买过 你说她就是不相信 我们俩出去一起逛街 毕竟属于恋人嘛 一起逛街正常 拉个手啥都正常 对不对 她可好 这个事她还会问我 你是不是你跟你以前的女朋友说 你俩出来咋待着 你说是拉着手 还是跨着胳膊 或者说你搂着她呢 你说她这一天她无聊我 你这管想这些没用呢 你说我们俩本来就分手了 我没有联谊过她 我也没有见过她 对吧 你说现在她每天她都在提 任何事她都可以提到她 你说你让我咋办 她不就担心你 越南国内两头谈吗 她刚开始跟我出对象的时候吧 说她不爱照相 不跟我照相 但是跟她相手时间长了呢 我看她手机里边那个快手有 她跟她前面有那个视频 她前面有又白又漂亮 还比我年轻 那我当然会问呀 再说我们两个处对象 我问她一些这些东西咋了 我觉得不过分呀 她也为过分吗 对 那很简单 你能为她不再去越南跑了吗 作为一个男人 咱要养家糊口 有自己的事业 这是正常的 你说现在挣钱多难呢 对不对 咱们还有这条路吧 为啥不让我去 你再说了 你说我们俩在一起 她跟别人她也没有关系 对不对 就是我们俩 你说我拥抱一下 这都很正常 对吧 你说这个时候她还会问我 说跟我以前越南女朋友 我们俩谁给你感觉好嘞 最可气的是啥 因为现在我 就是这段时间 她这样闹我没法去 我一直在家里边待着 我待着都没有钱呀 所以说前几个月 我想去越南 她说啥就不让我去 而且她说话特别毒 你说啥 主人因为我出过车祸 你看我这个脸 现在全是吧 而且说出过两次 严重的时候 我在SEO 我住一个多星期 你说她说啥 她说你就不听我的吗 你要这回你再去越南 你还得出事 本来我心里都对着忌讳 我也害怕着呗 你说她有这样说的 是我不对 但是那不也是没办法吗 我就是不想让她去 后来我们因为这个事 吵得也挺厉害的 然后她就推我 给我桑那儿了 扭头就走 也不理我 我跟我前夫一起过日子 五年多 吵得再激烈 我们就摔着罐 瓢瓶也没干别的 也没动过我呀 她可好 你有说就走 好长时间不理我 有这样的吗 你还委屈是吧 那当然了 你跟你前夫那么好 干嘛跟前夫离婚呢 我跟我前夫离婚 也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呢 他就拿我当傻子 就骗我 欠了那么多的钱 不是你离婚是因为 他欠钱吗 我父母跟我一起 我那些钱花了这么多年 我刚还那儿接过来 哦 不是才离婚三年吗 出什么呀 那段经历真的挺痛苦的 哦 我问你 你也难受啊 那你跟你前夫以前 在街上怎么溜达的呀 我们有时候拉拉手什么的 对呀 你跟你前夫拉手舒服 还跟他拉手舒服呀 他如果天天像我这样问 你觉得恶不恶心 你舒服吗 我不觉得恶心 你不觉得 对呀 不要觉得恶心 我肯定不会问他呀 明白了 明白了 所以郑洁就在这个地方 他大概现在不再相信任何人了 因为他前夫 对不住啊 刚才我只是想激发出 你内心那些东西来 那你们平常相处的怎么样啊 还可以 但是现在我有一点特别烦的在哪啊 因为我这个人自由自在地撒慢惯了 现在我们俩相处 天天的我要去他那里照顾孩子 陪孩子 到晚上他都会给我打电话 去他那里给孩子洗澡 每天我也要有应酬 说跟朋友一起出去吃饭喝酒 对吧 你说他会给我打电话 稍微晚回去一点 他就会去饭店 把我给拽走 你说我一帮朋友在那 别人对背后都咋说我 那帮朋友都说我 你是不是男呢 回去了吧 给孩子洗澡 因为我出过车祸 昨天我腿上有一条三十多厘米的疤 这孩子他就给我起外号 叫蜈蚣精了 又大蜈蚣这个那个的 你这些我都忍的 最可气的是啊 他这孩子洗澡就洗澡 他老往我身上撒尿 几岁八岁了是吧 对八岁了 那孩子小的时候 我给他洗得无所谓 现在还在大了 那我洗也不方便呀 不是八岁男孩 都可以自己洗澡了 这不太会 八岁的孩子 为什么不会自己洗澡呢 不太会嘛 为什么不太会呢 可能跟我有关系吧 因为我就是从小的时候 我就没有在这方面 特别管过他 所以我现在就是 想给孩子找一个 好点的爸 然后好好教育教育他 因为我是女的 然后我儿子 那你显然找这个 不是好爸 是好爸爸 他其实也挺好的 什么是好爸爸 他有他的自由 他有他的想法 他不愿意 他在抱怨 你听不出来啊 我听得出来 但是我也没办法呀 我总不能叫我前夫 过来给他洗呀 也不合适呀 对不对 您这都什么逻辑 一会儿我再说你啊 我听着接 那你愿意给他儿子洗吗 我没有啥说愿意不愿意的 因为说我们俩在一起 我得为他考虑对吧 因为我不喜欢孩子 他们孩子他也不喜欢我 你现在孩子都开学了 对吧 班主任 然后给建一个家长群 你说他在群里看孩子就行了呗 又把我给拽家长群里了 天哪让我给看孩子 本来我就初中毕业主持人 你说你让我看孩子 叫啥事啊 对不 这是为什么呢 这样的结婚是他提的 我就想着给他定个目标吧 然后让孩子管他叫爸的时候 我就考虑跟他结婚 因为我其实是想给孩子 找一个爸爸 然后我就增加这种机会吧 就是说你儿子一辈子不叫他爸 一辈子你不嫁给他 是吧 那不只能就通过这个方程 那么多沟通促进感情交流吗 那还能怎么样呀 我也不 没办法呀 你说我一个大老爷们 天天晚上 陪那孩子又做手工 你说你让我 天天抠那小纸片上 我我也坐不来 对吧 他那孩子笨 让他说就是啥呀 我是做生意的 每天算账 我数学肯定好 教他孩子数学 就他们那个孩子 十以内加减法 教他可以 但是超过十的 你就哪怕十一 他都不会 本来我脾气就爆 他给我契机了 真的有时候 我心里特别想揍他 你要敢揍他 咱俩就不用过了 主持人 我们那孩子小巴 但他也挺懂事的 他什么都知道 你说他这么着 哪像个爹 他做最过分的事 这本来也不是个爹 那他不是以后的准妈妈吗 你儿子八岁了 十加一不知道是几啊 你还宠呢 我听到这儿 我觉得你们俩就俩字分手 为什么还匿乎在一起啊 因为是查 就是我做这个生意 因为我需要说 我家里有人 我需要人照顾我母亲 刚认识的时候 我感觉就是说 他特别贤惠 因为我 那你给你妈请个保姆 不就行了吗 那是不一样的 对吧 你请保姆跟自己 自己儿女不一样 所以说你娶媳妇的目的 是要为了照顾你妈 对吗 那肯定 头一个条件 也要照顾我妈 因为在我心里啊 万事以孝为先 她照顾你母亲吗 她对我母亲挺好的 所以说我们俩才会 走到一块吗 但是现在 我们俩相处时间长了 她各种嫌弃我了 你说我 我穿衣裳黑 我喜欢穿衣裳黑 然后我爹穿布鞋 因为舒服 而且我因为车祸 我一直都是留寸头 到她那儿 这就不是好人了 本来就这样啊 她一开始追我的时候 她还知道 穿个带颜色的衣服 也挺 就是那个小伙 挺帅气的 然后后来跟我相处 时间长了 她就拉里拉遢的 上下班去接我的时候 我同意是看见了 就是说你这找个 什么样的对象啊 怎么这么像社会人啊 后来我就觉得吧 那个他们说的 好像也有道理 我说要不咱们 那个头发往长流长 可能会帅一点 你这样说 你还是嫌弃我 神像会好一点 你说她个头 在那摆着呢 对吧 离过婚 还有一个小尾巴 我没嫌弃她呢 现在她到啥地儿 都嫌弃我了 主持人 那我这样不也是 为她好吗 你说她一个大男人 家里连个镜子都不怪 她不是那个 没有自信 不敢面对自己是什么呀 帮她重塑自信吗 我问一句 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我俩恋人关系 你们有什么权利 对对方提那么多的要求 那不是想着变得更好吗 想什么呀 我不就跟她提一提吗 她不演 就那样了吗 哼 你们俩今天来干嘛呀 就是我们俩在一起 我现在我感觉 特别让我崩溃 分手啊 崩溃就分手啊 但是她人挺好的 不是她人怎么好 没听出来啊 你因为说 做妈做妈不合格 做女朋友女朋友不合格 因为我们在一起 我这个工作性质对吧 我每次出去 我都没有交代啥 她都在家里边 会都给我打理好的 她跟别的人不一样 追我的人有 但是说她们那些 她都不是过日子的人 这个她是 能给你过日子 是吧 对 你妈喜欢她 我母亲挺喜欢她的 所以你这爱情 其实没有那么纯粹嘛 你要找的是一个老妈子嘛 能在家里帮你看 老妈的老妈子嘛 所以你不在乎她是什么吗 我找的这儿不对 因为咱们每一个人都有父母 不管说找男朋友或女朋友都好 在我的自然里 你别跟我们讲那道理 那是你的道理 对吧 你要那么孝顺的话 你早结婚了 你35岁你不还没找到一个 能照顾你妈的吗 那不是 所以别拿这个事说事 那你为什么这么久没结婚 没有合适的 怎么就不合适 我在外边忙 我也没有时间 那你现在怎么就有时间了 那不是今年到这个疫情 现在啥也干不了 那不是马上疫情恢复了 你又可以忙起来了吗 你找媳妇干啥呀 那你说我妈年龄大了 所以我说你给你妈找个老妈子吗 我这话有什么错的 那还不一样 那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而且刚才是不是你自己 口口声声地说 我喜欢玩 她让我带孩子 是你说的吗 对啊 是不是你口口声声地说 你一个离婚的 还拖着小尾巴的事 你还来刺论我来了 是不是你说的呀 对啊 你看得起她吗 我看得起她 你内心真的接受她吗 我接受了 你内心真的接受她儿子吗 我接受了 你真接受吗 我接受她 那真接受你就受着 你来我们这儿干嘛呀 没一句实话 我特好奇啊 就是怎么就 把一个恋爱谈得那么畸形呢 你首先不相信她对吧 你觉得她跟你儿子 能成为那种关系吗 我觉得妈妈都会可以的 你接受他们俩 永远不可能成为父子吗 你接受他们俩 她对我孩子其实挺好的 就是她不太喜欢孩子吧 但她依然对我孩子 挺有耐心的 包括那个我孩子 我孩子叫她外号 她也没生气 只是就是孩子皮的时候 确实生气 包括我也生气 但是现在不就是 那个得磨合吗 我中间该说我儿子的 我也得说呀 说什么呀 我后来我也 莫名其妙 一个七岁的男孩 突然生活里面 出现了一个陌生的男人 然后给他洗澡 给他弄作业 他只是你男朋友 你怎么就进了班群了 你让你儿子 怎么面对那些孩子呀 你考虑过孩子吗 口口声声的当妈的 让他教数学 你干嘛去了呀 你尊重他吗 你尊重你自己吗 我尊重他 你尊重你自己吗 尊重 你尊重你儿子吗 尊重 尊重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先说先生吧 你们两个 其实有一个共同的 特别致命的问题 就是两个人都不愿意 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任 总想靠有个什么人 什么事或者什么东西 让我能够依赖一下 却忘记了有些责任和义务 是在我们肩上的 谁都替你扛不了 男生 照顾母亲 孝顺你的母亲 是谁的事 是我的事 和他有关系吗 那我俩结婚是有关系 你俩现在结婚了吗 没有啊 就算结了婚 他身上也没有法律义务 说一定要照顾你的母亲 但是他是我老婆呀 他是你老婆吗 现在 现在不是呢 就你现在表现 他怎么成为你的老婆呀 你上场说了三次 我不喜欢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也不喜欢我 就因为这一句话 你们俩结什么婚 怎么着你们一家三口 以后天家打仗吗 儿子将来比你长得还高 永远记住这句话 我这后爸说了 从头都不喜欢我 我就是个小尾巴 你要是和人家不能愉快相处 早早就走 还有就是 男士 请你和任何一位女士 如果她走进你的生活 走入你的感情 请你尊重她的感受 请你尊重她的需求 而不是只想着自己 我怎么舒服怎么来 我追求你的时候 我可以穿成你喜欢的衣服 我到手了 我就可以想怎么着怎么着 固然这是一件小事 但我希望你以后 能更加尊重对方的感受 唉 女士 我该怎么说你呢 孩子八岁不会洗澡 你不觉得难为情吗 我知道 这些年我是疏忽对她的教育 所以我才想给她找一个 好的爸爸 你还想找一个爸爸 实现你们完整的三口之家 那你当初那段婚姻 你不要说前夫有什么问题 你为什么没有好好经营 既然那段婚姻已经分手了 我们能不能经营下 你和你儿子的这个小家庭 先把你们自己的小家庭 整明白了 咱再去整一个靠谱的男人 加入你们这个家庭 你的孩子学习学习不上心 生活自理能力 你也没有培养出来 然后就急匆匆想找一个男人 做他的爸爸 把这份责任交给他 让他去完成亲生 父亲要完成的工作 谁能完成不了 也别说他了 患上一个即便是很优秀的男士 在没跟你结婚之前 这些事他也做不好 你刚才说 他要打我的孩子 那我们就分手 他不是说打你的孩子要分手 他管你孩子作业 现在就不正常 你们的关系到那个份上了吗 他们之间培养了这种 互相信的感情了吗 还是你做了什么吗 生活不是按你想象般 那样在运转着 我这孩子这么大的 需要找一个父亲 我就得找一个男人 来当他的爸爸 这个人还必须得做好 咱们只能做好自己 咱们只能去靠自己的努力 协调好你和你儿子的关系 你这个小家庭的关系 再去找另外一个人 真的建议你们两位 各自担起自己身上的责任 各自做好自己生活中 应该做到的角色 再谈 我是不是要恋爱啊 我是不是要结婚啊 我是不是该有一个完整的家啊 自己都没做好 自己的家庭关系 和妈妈的关系 和儿子的关系 都没有处理好 都没有单其应该单的责任 急着往前走 什么呢 只能越走越乱 谢谢杨洋老师 来来来来来 莎娜老师 有两点不能接受的 她站在这个舞台上 说你的两点 第一点 你看她那个个子那么小 我都没嫌弃她 第二点 托着个小尾巴 莎娜不也是被我欺的吗 谁是小尾巴 我知道她说话 谁是小尾巴我问你 尊重你吗 尊重你的孩子吗 你的孩子未来知道 她说她是你的小尾巴 你还让我们俩磨合 上哪磨合去啊 这些我都知道 但是她说这些 你都知道你还说什么呀 她说这些也都是气话嘛 气话呀 她对我孩子不这样 你知道吗 你今天从头到尾 站在这个舞台上 到目前为止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在自取其辱 谈恋爱最大的两个忌讳 你全在做 一个是提对方的前任 一个是对比自己的前任 你是想跟她结婚 还是想跟她散呀 你不是自己特有道理吗 你告诉我 你提她前任是为什么 看照片 她是比我漂亮 比我年轻 那你不就是在自取其辱吗 第二点 提你自己都会实际 对比你自己的前任 对比你自己的前任 你前任那么好 你离婚干嘛呀 就是因为我跟我的前任 有矛盾我们才分开的 你前任不是好吗 你不是跟她对比吗 你真的是可怜又可悲 特别让人着急 为什么跟你这么生气 你能把日子过成今天这样 把自己感情经营成这样 关键是你还有一个孩子 你爱不说 还不管 还不负责任 我没有不管 好 不跟你争 我最后说一点啊 你们两个人 是因为觉得彼此喜欢 彼此相爱 在一起的对吧 对 我们因为相爱 所以把自己身上最柔软的地方 暴露给对方 我离过婚 带一个孩子 这可能是我觉得 我有一些不如你的地方 你呢 我出过车祸 我有伤疤 这也是我的弱点 但你们两个人 特别好的就是 拿着对方的弱点和软肋 当武器 永远在吵架的时候 拿这个软肋 来当武器刺伤对方 所以 你们既然这么恨彼此 既然觉得彼此这么不如意 为什么还在一起呢 因为你俩太像了 所以就这样吧 千万别分手 谢谢 谢谢莎娜老师 尹娜老师 在这一桩感情里头 你想给你儿子找到一个爸 找到的这一个爸 其实你也是想给自己 找到一个模范丈夫 你在内心里头 你对你儿子的父亲 所做的描绘 其实就是你的前夫 括号 不骗人时候的他 你的婚姻假如 不是因为你前夫欺骗了你 把你卷入到一个财务危机 这是你描述的哈 你肯定不会离婚 因为他应该还是 你心目中的一个好的男人 所以你希望他能够跟你儿子 出好关系 向你儿子能够找回自己的父亲 你希望他一切符合你的期待 可是他不是啊 你想找的确实是一个 刚刚赵长老师讲的 伺候老妈的老妈子 他对你没有安全感 你其实对于女人 你有安全感吗 你长途跑车 一去另一个国家卖水果 一卖 卖那么长时间 家里头有一个貌美如花的 特别受欢迎的 你降不住的 你放心吗 肯定也怕 肯定也怕 这是实话 所以你看中了他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他如果想 开始一桩性感情 那还得过他儿子那关 你图他的是安全省事 但是你也看不上他 不如你的前越南女友温柔漂亮 而且还有一个不喜欢你的儿子 你们两个人真的不适合在一块 我不管你拿什么样的理由 来说服自己说 他是为了气我 才说出那些恶心的话 哦 不是这样的 如果他是为了气你 他就可以说出恶心的话 那么下一次 或者是为了你 激了他一下 他可以打你 他可以伤害你儿子 你给他犯错 找出了各种的理由 你能够自爱一点 先做好一个好妈妈 然后你再说 要不要给孩子 找一个好爸爸 否则 你想去找任何人 来弥补你家庭教育的缺口 来给你的儿子的生活 进行一些有益的补充 那都是枉然 一个糊涂的妈 培养不出来一个好的孩子 十以内的这个什么加减法 两年级 如果还学不会的话 不是儿子顽皮 是做家长的 没有尽到心 谢谢明大老师 谁也不爱着谁 只不过要取那个需要 仅此而已 轻入真情60秒 我没有啥 我都感觉男主外女主内 都说他少管我一点 我就是负责挣钱养家 他就把家里看好就行了 对不 我希望说 来节目就是说 劝劝他 如果你要是说 能够稍微 就是说收收心 咱们一起过日子 其实也挺好的 其实你以前对我那么好 我真的挺感动的 当别人欺负我的时候 你会就是上去帮我 我儿子就是那么的调皮 你有的时候也很包容 我真的就是说 觉得你挺好的 但是你要收收心 就更好了呀 我就是战耳流 谢谢你们 请回请回请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腾讯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唉 我其实挺不想开门 请开门 请开门 开门 ści 开门 obsessed 听门 I won't, that I fail, that I'll never make it out, yeah Please tell me all the bad, never good Fill my head full of every single doubt, yeah Please say any negative thoughts I pop off when I hear people say I cannot I get off to the thought of proving everyone wrong I won't stop to the top, so you better back off or get lost I'ma stay loud, stay proud Never running out, never heading south I'll be spreading out, call it word of mouth Can't put me down, I'll be getting loud You can have a douse, not what I'm about Have your f***ing cloud, it be raining out I keep making sound, go another round I'm legend bound, can't stop me now You don't wanna f*** with me A slow burn like a deceit Just tell me that I can't show you things That you couldn't believe Just tell me that